观众朋友们 你们一定认为 这个优雅的中国民族舞蹈 是在某个剧院的舞台上演出 有谁能想到 这是纽约长岛的平原公共图书馆里的舞台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时间聊完 我是主持人Doy 今天呢 我带你们来到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也就是法拉森的公立图书馆 其实呢 很多人误解成 图书馆只是一个借书和温书的地方 但其实呢 这里带给人们很多的服务 比如说成为一个图书馆的会员呢 你可以得到一些免费的博物馆的入门票 或者你可以来这里免费的报税 那让我带你们来进里面check it out 我在那个图书馆工作了大概17年 刚开始是做reference librarian 现在呢是办一些活动 一些给当地居民提供一些服务 那么我想说一下就是纽约郊外的图书馆 大概跟美国很多郊外的图书馆一样 跟那个大市区的图书馆有点不一样的是 它呢更有点像那个小区的社区中心 所以我们的服务项目呢不光是图书 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就是给当地的居民 但是它跟这个纽约的大图书馆不同的就是 我们的针对客户呢就必须是住在这个区的居民 所以我们申请图书卡呢也不是就是给 用这个图书卡呢你还有享受到很多的 就是政府机构它有时候提供一些免费的项目 你有图书卡你都可以想用 比如说学英语啊还有经常有一些体检 还有申请护照还有各种的讲座 那么我还想谈一谈就是我们有很多书记库 这个书记库呢就是老百姓会很受益的 你用的话我举个例子说 比如说我们纽约时报 英文版的纽约时报 从纽约时报发行的第一天起1851年 每天的报纸都有电子版本 你如果进了这个书记库 你可以读100年以前的报纸 每天的都可以而且很容易的 你可以索取这个索取你的要需要的文章 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书记库 我比较喜欢的叫consumer's report 这个呢以前是个月刊是个杂志 现在都是电子版本 你用了以后比如说你家要买一个冰箱 新的产品接上那么多冰箱 你不知道买哪个 你就可以进这个书记库查询 说现在物美价廉的冰箱 还有很多review就是别人评价说这个冰箱怎么样 它的功能它的特性 所以你根据这个买就非常方便 所以这种database呢我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对因为人家都是好像刚刚我说的就人家以为图书馆就是一个借术跟读书的空间 可是其实你们还有就带给人们这样的服务 就比如说数据库 那我想要说好像比如说这些数据库 比如说人家买s simple as 要去买个冰箱 他们就上这个database来找 但是information是他们怎么gather的呢 这个就是说你如果有图示卡的话你就进到我们的那个网站 网站它有一个栏目叫online database 或者叫research database或者叫database 就是书记库 完了以后你进去有一系列的 有几十个书记库 有那个business的 有就是有保健的 医疗的 还有什么修车的 上大学的 还有还有不同语言 还有学外语的 就是很多方面的 它都包括 那你就选一个 比如说你看到consumer report 它是经常是那个按照字母排列 consumer report C你就去寻找 最受欢迎的现在就是上网 很多人来到图书馆 现在不是借书看杂志看报 他们来了就冲着那个电脑 而且图书馆的环境呢比较好 它东暖夏凉 机场有一些人 它即使是无家可归的也好 就是外来的移民 他们来了以后就觉得图书馆很安静 那么就是上网 那个图书馆的那个 就是书刊 现在越来越少 就是很多都是电子读 那么那些用户呢 就自己来就上网 就比如说看书也好 现在都在电子上看杂志啊 听音乐啊 看电影啊 外角人们对这图书馆的误解是什么呢 误解呢就是特别是对那个新来的移民 因为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 他的文化程度也不一样 很多新移民他来到这个郊外的图书馆以后 他们经常是摸不着头脑 他们有的人会 就来问我们说申请一个图书卡要多少钱 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图书卡图书馆的很多这种服务呢 像这种设施都是免费的 所以我们会告诉他没有都是免费的 那么图书他们来用这个 比如说用打字机啊 用什么我们用扫描机啊 很多也是免费的 那你觉得在这过程中你遇到的挑战是什么呢 挑战我遇到就是很多就是语言的问题 因为他们需要帮助 很多人比如说来找学校也好 他社区的信息 找公共交通什么 经常我们最大的条件就是他们的英语不好 他说不清他要什么 所以我们经常是引导他们说不急 你需要什么我们帮你 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信息呢 我们会把它就是介绍到别的地方 因为我们图书馆跟很多县 县域级的还有很多学校 就是都有联系 所以我们会跟他们说 这个你们可能到学校里去会告诉你 小孩上学的情况 这种信息到那他们会帮你 或者说如果要社会福利 那么你们可能要去social security office 所以这个我们会帮助就比较大条件 这样是移民 还有就是我们也是给就像皇后区图书馆一样 也给新移民办这种学英语的班 还有就是考公民的补书馆 这些他们很多新来的移民都用这个 还有一个我想说一点 就是长导吧 或者说这种郊外的图书馆 到你的图书馆你可以要求说你需要什么书记 或者你需要什么服务 你需要什么比什么样的讲座 我们办很多很多讲座 如果你去告诉他们你们想设立一个公司 你们很需要这方面的信息 能不能讲座 那他们经常会考虑这个 还有一个我想说我们有homebound service homebound就是老年人服务 我们图书馆会把书送到老年中心 或者你有些人残疾了 他来不了图书馆 他会打电话告诉我们说 我特别喜欢比如说看这种一类的小说 或者是非小说类的看传记 那么他大概会说他喜欢什么样的 我们会经历的送货上门 把书送到这个老人家里面 或者服务那个老年中心 租呢是如果社区这个一个某一个团体 但是他必须是当地的居民 他可以申请说我们想用一下你们的会议厅 或者我们用一下你的那个演出厅 那么这个呢需要董事会来批 看一下你们是不是非盈利的 这个是特别关键 因为你要想赚钱卖东西 我们一般不会的不会租给你们 但大部分图书馆的服务活动呢 像我们办的呢 这些都是免费 比如说我们办一些那个太极 有一些太极拳的活动 还有瑜伽 还有那个健身 这些就是定期的都办 还有学西班牙语 我们也有这个班 就长期的会有这种课 那如果感兴趣的话都是基本上都是免费 有几块钱的保命费而已 所以意思是说比如说有会计师还是律师 他们要来图书馆开一个课 还是一个workshop 让人们知道你怎么办H1B 还是你怎么做你的tex 都是免费 他们不用 这种呢都是要通过我们 因为我们要审查这个会计师是不是要赚钱 他可以来说我这个课是免费 但是之后他会说你们要来我这保税 我们一般是不太允许这样 所以我们这种会计师呢 如果要搞这个税务的 或者搞mortgage啊 搞你贷款的这个 我们一般会找这种政府部门的一些部门 OK 所以不会找一个private company 这样子 对我们尽量不去找个人的 就会找一个组织比如说这个县城 还有一个集体的组织 或者我们找大学的会计部门 他们会派一些专有专门的人来给我们讲 怎么办公司啊 怎么去贷款啊 这种这些都免费 所以啊我们跟伊利卡聊了之后 我们现在知道图书馆 不只是一个解书和问识的地方 而在这你可以免费的报税 参加一些文化活动 或者来着找律师办你的绿卡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下期见 om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